点赞加关注 想听故事不迷路 精彩故事 热点时评 近在天天故事会 上一期热点时评 美俄斗法正憨 京东或有大事发生 我们讲到 随着美俄在能源 外交 政军等诸多层面斗法 俄罗斯愈发渴望将冲突拖入冬天 对于恐怖袭击的某度百科解释 我们先明确一个概念 恐怖袭击Terrorist.exe 是指极端分子人为 制造的针对 但不仅限于平民 及民用设施的 不符合国际道义的攻击方式 抛开其他不谈 客观来说 我觉得这次袭击符合上述定义 重播播放零点 零点正在直播零点进入全品五时 点击按住可拖动视频这部 故事会的嘴再次开光 意识到攻守意识的乌克兰 在常规战场乏善可陈后 选择挺而走险 对链接克里米亚 于大陆下的唯一大桥进行了袭击 热度直接盖过了前些天 北溪管道发生的诸多事件 卫星视角中受损的克里米亚大桥 据国家俄媒报道 当地时间8日清晨 在横跨克市海峡的克里米亚大桥铁路上 一节装有燃料的火车油罐车厢发生爆炸 而总统普京已成立事故调查组 哪知道乌克兰方面急不可耐随即表态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道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同日表示 克里米亚大桥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 所有非法的事物都将被摧毁 想速战速决的泽连斯基 这意味着什么就差直接向你宣战了 可谓是象装武剑意在配工 为的就是逼迫你出手 为何之前被动防御的乌克兰 变得如此急不可耐 因为以美欧为首的朝俄阵营心理清楚 目前可能是俄罗斯最为虚弱的时候 因为再不动手 乌克兰很有可能在这个冬天 受到俄罗斯的猛烈反扑 甚至全境沦陷 对此的判断唯有以下4点理由 俄武装力量其一 自部分动员令发布以来 俄罗斯的军队训练正处于关键时期 国内各大军工企业也正开足马力生产 如果等装备冲突的新兵逐批奔赴前线 乌克兰的兵力配置大概率会捉襟见肘 难以抵挡俄军第二波攻击 胶着的战场其二 泽连斯基无法对国内交代 若金东俄新生兵力投入战场 采取首饰拱固占领的超10万平方公里 原乌东土地 泽连斯基引以为傲的收复师弟将成为笑谈 同时随着俄军以首带练将在锤炼出一只数量可观的百战之师 这绝对不是乌军愿意面对的 自主意愿强烈的托卡耶夫其三 俄罗斯传统后院有不稳现象 10月5日 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阿列克谢伯罗达夫金 应邀到哈外交部进行了严肃谈话 强调战略平等性 可以看出作为邻国的哈方 不愿再继续当其小弟 逃离祖国的俄罗斯公民其次 兵不成军 本土预袭 后院不稳 不单单乌克兰急不可耐 俄国内相当部分民众一选择逃离 哈萨克内务部部长马拉特阿赫梅特詹诺夫 4日出席政府工作会议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两周内共计有20万俄罗斯公民来到哈萨克 普京的战略定力究竟几何 综上 可以说目前的俄罗斯是自开战以来最为虚弱的时候 现在就看普京的战略定力到底几何 若将此次袭击定义为乌方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 然后发射导弹完事 那么可以推断莫斯科选择了猥琐发与空间换时间 如果直接派兵进行回应 那么就正众美欧及基辅下怀 今后态势就愈发扑 和发言人扎哈罗瓦强烈表态最新消息 就在昨晚 何方发言人已在网络平台发文 说这是恐怖主义袭击 两国宣战已在十字路口上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点赞加关注 想听故事不迷路 精彩故事热点时评 尽在听听故事会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批评指正 请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223055907 西瓜同名号 听听故事会 散会